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 中时我们也会请来参加今年两会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作为出梦嘉宾 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农民家庭梦想会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在江苏常熟市的蒋项村 丁小二可是一位能人 他是这里远近文明的种田能手 也是当地为数不多的种粮大户 耕种着八十亩的粮田 在这人多地少寸土寸金的常熟市来说 着实令人羡慕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然而这位朴实的农民在新的一年却高兴不起来 像农业的高校高米发展 还有一个是像农业的有机大米发展 这个难说就是资金问题 丁小二想要种有机大米 源于他想象土地要更大的收益 对于像他这样种地的农民来说 土地是他们唯一收入的来源 想要增加收益赚到更多的钱 就必须在土地上下功夫 丁小二八十亩承包地的隔壁 是农民孙启华开办的养猪场 每年出栏商品猪三千多头 同时也经常会有大量的猪粪排出 以前因为臭味太大 在田里耕作的丁小二实在忍受不了 还照顾孙启华的麻烦 但是现在他指令跟他握手言和 合作开发有机生态的农产品 经过一番工作 丁小二和孙启华就合作意向达成了协议 但是一合计又有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丁小二种植有机水稻 就必须对他的八十亩地进行有机化改造 而孙启华想要满足丁小二 全部适用农家肥的要求 经营规模也得扩大一倍 而这样两人的资金缺口加起来 就得有八百多万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的美丽合约就要打了水漂 13年抓住啊 就是因为去了资金链 对吧 晚抓了一个多月吧 就是这一个多月 以后呢 就是大株呢 晚卖了一个多月 大株的价格下跌 所以我就是少卖了一百五十几万嘛 这样对我一个教训很深很深 面对资金困难 丁小二首先想到了银行 他寻思着是不是能从银行贷点款 以且燃眉至极 而孙启华却一口否定了他的想法 和金融部门打过交道的他 深知农业项目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之难 为了贷款啊 就是跑了五六次 就是没抵押物啊 就是人家就是不贷在银行里 我国相关金融法律规定 我国农民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必须要有抵押物或者担保人 而抵押人对于可抵押的房屋 和地上定着物 必须具有所有权 而农村耕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 农民个人并不拥有 因而丁小二和孙启华无法以此 向银行抵押申请贷款 我现在就是对资金链的需求 就是很可 很很很显了 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带了 随着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 土地这一不可再生资源 越来越成为农民手中最具价值的财富 经过土地流转 血泉登记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 越来越多的农民手中 有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这让心思活泛的丁小二又有了想法 这个经营权现在还是很倾向的 所以说看好的人也多 所以我现在拿这个经营权出去 梦想就是把土地变成活钱 把土地变成活钱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有农民家庭的梦想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 刚才大家在小圈中看到了 是我们的梦想家庭的主人公 丁小二欢迎你 另外呢我还要介绍一下 来到我们现场的两位祝梦嘉宾 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常熟市 孟兰村党委书记钱月宝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著名作家严肃先生 欢迎您 这样我想先问一下小丁 你当时怎么想到用土地经营权抵押来去贷款 一个是资金的缺口 第二个是银行贷款的问题 那么要到银行贷款的话 你一个是没有抵押物 第二个还要到担保人 这个是很困难 很困难 很困难 农民贷款到底有多难 我们今天现场也请到了 这个丁小二的合作人 就是孙启华 你跟我们讲讲 这个农民贷款到底有多难 我去了银行 银行说我的土地是集体的 只有基因权 没有所有权 所以不抵 我呢 圈里有三斤头的住 都是活物 也不能抵 我的住场造在集体土地上 它没有采权 也不能抵 所以他们不能给我贷款 我也没办法 前代表 就是目前在您调研的过程当中 这个问题是不是 从全国的层面来看 也比较普遍 对对对 根据我的调研呢 这个问题在我国农产市 这个地方都普遍存在 土地是农产唯一的资源 所以农民要想 依靠土地来支付的话 普遍存在就是 缺少资金的那个困境 所以因此呢 要加快这个土地经营成博卷的 出钱认证 都是不仅是非常需要 也非常不贵 那么作为我是孟兰城的书记 我们这几年在09年 也是我们有块地有开发 集中开发 但是呢 自由资金也不多 我们是要想带地款 后来你要在三区做工作 也没有办法 您也是这样 特有感触 因为我在部队工作了 但是农村我也采风去过 前几年我还真去过他们那块 我原来没有感觉 我不太懂我这个外行 但是我确实慢慢地懂了一点 就是他们贷款确实困难 城里面贷款比较容易 我拿商品房 可抵押都没多 可抵押都没多 他们没有 所以说这个说我的梦 三龙梦 这个梦好难实现 就这个就是掐住脖子 钱代表您跟我们说说 就是目前我们要做这个土地 经营权抵押贷款 要实现这一步 我们之前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根据这些年 我的了解情况 要想实现在农产市地土地 城堡经营就要想经营机构经营 抵押的话 就不需要往人连上工作 一个人要土地要整理 先整理土地 对对先整理土地 进行土地那个整理以后 总算就是可以土地直接化 规模化经营 也是平时说的就是大户经营 经营才会有大量的资金需求 那么现在呢 要有这一家一户的那个城堡经营 就是不会规模太大 有些是有关贷款都可以解救 第二个呢 就是要加快土地经营权的 那个确权单击 就是土地整理好了 就要加强这个确权登记工作了 对对对 单击工作完整的话 就是这样的工作 有了这个法律的那个 叫全赚 就是可以贷款 等一下 像这个刚才钱代表说的 你们村的这两项工作做了吗 这个问题要请我们的长寿记 来做 来 欢迎长寿记 刚才这个丁小二把这个礼榜交给您了 那个这两项工作咱们村做了吗 我老常呢 以前这个城呢 已经干了十八年 我这个对土地整理啊 改革起来可以讲呢 是三个要 一个像土地这个整理呢 要骨子 第二个呢 像土地整理呢 要瓢子 第三个呢 这个土地整理呢 要瓣金子 这个三个这个梦 三个梦 这三个梦也是越说 这个难度也是越大 你说这个土地 像土地要骨子 我们应该能理解啊 就是土地的粮食产量 越来越高了 那对啊 那第二个梦 土地要瓢子 怎么要反 要瓢子呢 应该是呢 这个 在巴士尼的 这个乡镇企业啊 发出了挺快 我们苏州长寿一带 那么这个那时呢 这个劳林的嘴艺啊 挺多 土地呢 有个泡荒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之下呢 我们村里啊 看到这个基尼 就把全城这个土地呢 集中起来 当时呢 我们也是在 苏州长寿地区啊 我们蒋像中呢 搞的第一家家庭农场 那么楼后来呢 走步走步发出来呢 到现在已经有 四个家庭农场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 就是中量大户 应该这个包括丁小儿 这个也是 设立一个家庭农场职业 那么这个土地流水以后呢 这个效益就高了 从原来这个 这个物体经营啊 一百多元 到几百元 上千元 到现在的 已经高药农云呢 要上万元 看这就是土地要票子了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土地整理的过程 也许不那么容易 那是呢 应该是这个呢 也不什么事 为什么 这个呢 一方面 中央的政策呢 还有好多没有出来 但是呢 好多种种的 当中整理呢 还有不少 这个不容易解 但是我还都亏了 我们常说过多久 被我们呢 解释 给了这个政策上支出 解释这个难题了 难题 这个国土局 确实比较了解情况 我们请到这方面的 常说国土局的局长 张俊华也来到现场 当时这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我们国土部门呢 也做一些调查 那么 从这个集团的情况看呢 我们认为啊 这个土地的整理 整治以后 他只要能够提高 他的采出 能够增加农民的输业 我们认为 这个应该是要支持的 也不能人为的 去设置障碍 也不能由于中央 没有什么 具体的这个政策规定 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就这个 这个疑惑了 我们就这个 在这个发展中间 就不支持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土地的整治呢 应该来说 是能够实现 这样的一个 农民的一个目标 所以从现在的 事实情况来看呢 这个显得也是正确的 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 去确诊登记了 是不是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呢 去确诊登记这项工作呢 也是我们江苏三个头资源厅 这个已经有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 那么像我们场所呢 已经全面完成了 农村集体投地的 去确诊登记 这个证有没有 农民可以拿到了吗 这一次我们通过 去确诊登记的 农村集体投地的 这个采权证 这一个证有了 那么农民呢 还有一个呢 它的承包证 这个呢也有了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 政治的一些创新 给农民一个 经营权的一个权属的证 就可以拿着那个证 拿着这个证就可以 您今天带了那个证了吗 这个证 还没有 我们正在制作过程中 好好好 谢谢您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和以前的土地承包证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的记者呢 也特意做了一个小动画 我们来了解一下 原来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证 尤其是财产权等 得不到法律保障 而有了结婚证 双方的合法权益 如财产权 人身权等 就得到了法律保障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就好比是结婚证 明确了农民对承包地的法律权利 这些权利不仅包括 占有经营和获得收益的权益 还包括对这些权益的转让 租借和流转等处置权 以及这些权益受到损害时 获得相应赔偿的权利 刚才有一句话 挺简明额要的 就是就像这个结婚证一样 农民有了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就有了一个法律的一个依据 一个证明了 所以说银行还是可以认可这个证 去做抵押贷款 刚才这个书记您说 第三个梦想又是什么呢 第三个梦想就是像土地扒精致 像我们蒋乡城 准备把这个 今天这个土地资本营造 像这个中央工作 这个权利还比较追随 如果老长的年纪比较大 我还想交给这个年轻 这个丁小二 让小丁他们去干 明白了 其实呢 刚才您说的第三个梦想 也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小丁 还有孙锦华他们的梦想 就是能让土地产生更高的收益 让土地变出更多的货钱 刚才我们也提到您预计什么时候能实现 也就是小丁还有孙锦华他们的一个家庭梦想 应该是我们四位十分的非常重 但是今天呢 我们四位王书记也来了 住准嘉宾很多 好 我们请出席上场 刚才我们也都听到了 农民也是有一个迫切的愿望 要把这个土地经营权可以用作抵押来得到这个贷款 更好的发展农业生产 您给我们说一下 就是这个梦想什么时候会实现呢 那么今年来呢 我们常说按照中央 关于这个土地流展管理的有关的要求 我们也先后出台了 这个关于加强农村土地流展管理 以及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展的一系列的文件 这个通过设施这个速度规模经营 来这个调整我们农业的机构 这个大力的发展现代农业 我们第一需要这个土地经营权抵押这么一个梦想 这个在我们常说应该说十万是具备 也直接冬风了 三个梦和启发我呀 过去我以为就是第一个梦 现在慢慢第二个梦了 慢慢第三个梦 第三个梦刚才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能够一个土地使用 还可以有一个经营的一个政策 那钱代表您跟我们说 比如说这样比较发达的地方 他可以去推广这件事 那么在全国这种模式有没有复制性 但是有的第二个呢 在德国很多地方呢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这一公子呢刚刚开始 甚至还没有开始 那么这是要我们人大代表 加进这方面的建议 促进这上会论工作 来尽快完成 今天呢我们也是要现场听一听 我们今天两会上代表委员 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的建议和想法 来听一听 土地这个提案呢 我专门提了一个提案就是 关于请求中央重视 如何把土地的互换 土地的大块拼小块 和农村的土地确签 这三者之间联系起来 同时推进 听完了代表委员的观点啊 其实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让农民增加他的土地收益 所以呢我还想问王书记有问题 你看我们刚才这个几个重量大户 还有这个丁小二 还有孙几华 他们都在下面坐着 您能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他们这个梦想到底什么时候能实现 那么也基于我了解 我们这个苏州市正在探索 这个世界农村土地这个经营权的 这个抵押贷款的这么一个业务 这个也已经低单的这个贷款已经完成了 那么作为我们常说来说呢 当前已经这个全面完成了 全市11个镇区的 这个118万亩的 这个阶级土地所有权的这个缺权登记工作 那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全面的开始 这个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这个 这个缺权 这个颁证工作 我预计吧 这个丁小二的这么一个业务 很快就能实现 也许可能下半年就能实现 特别感谢各位嘉宾 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 帮助我们的普通农民 实现他们的家庭梦想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 两会特别报道的相关内容 也欢迎您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央视网 并且可以通过微博 微信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互动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请丁小二 还有我们的代表 一起来点亮丁小二家的全家服务 帮助他们的梦想早日实现 转发电话筹道